这一讲我们来了解一下魏国著名的名歌硕鼠 硕是很大的意思 标题就是大老鼠 当时魏国的统治者对老百姓的剥削十分残酷 赋税和摇曳不断增加 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苦 养尊储優的贵族们 厨房里挂满了寒冬深夜 百姓们打来的猎物 粮仓里则堆满了百姓们辛苦种出来的粮食 而中年辛苦劳作的老百姓 劳动成果却都被迫交给了贵族 自己过上了鸡肠鹿鹿 衣不避体的生活 甚至有人因为饥饿过度 被活活饿死 这些贪婪的统治者 和从不劳作专门偷吃的臭老鼠 和其相似 不就是活生生的超级大老鼠吗 无力反抗的老百姓 只能把心中的委屈和愤怒 都唱到歌里去了 硕鼠硕鼠 无食我鼠 这里的鼠是黄米 是人们特别珍贵的粮食 一开篇 作者就直言不讳地骂开了 大老鼠啊大老鼠 不许吃我中的鼠 但每年刚刚喜获丰收 粮食就被贪得无眼的大老鼠 收瓜殆尽 人们能不生气吗 更可恨的是 三岁灌辱 莫我肯顾 三岁是多年的意思 灌辱即侍奉你们 多年来 我辛辛苦苦地养活着你们 你们却从不顾怜我 你们这些养尊处优 又大又肥的臭老鼠啊 不仅丝毫不体恤我们 反而忘恩负义 强光我们的粮食 榨干我们的血汗 任我们活活饿死 冻死 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 百姓们的心早就凉得冻成了冰 作者也忍不住爆发心中的呐喊 事将去如 事必乐土 乐土乐土 原得我所 事 通事 发誓的意思 去 离开 事 到的意思 到这里 作者已经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我们忍够了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臭老鼠 发誓 定要摆脱你们的魔掌 去寻找新的乐园 但是 这股怒气 就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唱一遍 怎能抒发清楚 所以 作者接下来 又把同样的意思 唱了两遍 以排山倒海的气势 让怒火 喷波而出 这首诗 运用了诗经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 副 就是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情 或者运用排笔 将感情强化 作者直言不讳的 把统治者骂成忘恩负义的大老鼠 更在强烈的情感驱使下 一遍一遍 反复地喊出了心中的愤怒 硕鼠硕鼠 无时我数 硕鼠硕鼠 无时我迈 硕鼠硕鼠 无时我苗 在这反复的过程中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 忍无可忍的心情 这 就是 负的力量 好了 今天就先讲到这 快去答题 抢尽币吧 好 感谢观看